大家好 我是西安钱 剧有钱 还要装备钱 该给你们撒钱的金融圈 耿直 安扣 坦叔 先说一个大事 前两天 8月22日 姜妈的新一期LPR出炉了 一年期LPR 从3.7%下降到了3.65% 五年期从4.45%下降到了4.3% 注意 这已经是姜妈今年第三次下调房贷利率了 调来调去后 手套房贷最低的利率已经低至4.1% 真的 你基本找不到比这还低的时候了 2008年 手套房贷利率在基准5.94%的基础上打了击折 算下来是4.158% 但也没有现在的利率低 房贷利率降低了 大家的房贷压力是不是也跟着变小了呢 理论上是这样的 尤其对于正准备买房的朋友来说 但对于已经买完房 背负上房贷重压的朋友来说 这一点调整变化 悲醉车薪 因为什么 中国人的房贷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两年我们经常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某男子因房贷压力太大 心情低落 在暴雨中饮酒 某年轻人因房贷压力太大 买不起房 遭遇退婚后 欲弃轻声 等等等等 如果你也看到过 公平上扣个一吧 别说新闻 就连法派房的数量也清清楚楚 让我们看到了现实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21年中国杠杆率报告中 2019年中国法派房数量是50万套 到了2021年则已经超过160万套 两年时间翻了三倍不止 都在抱怨房贷压力大 那问题来了 中国人的房贷压力到底有多大 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想和大家盘盘这个问题 本期视频分为三个部分 如果你的哪部分感兴趣 欢迎发弹幕告诉我 后面我会详细讲解 中国人的房贷压力到底有多大 首先我们来看央行的一份最新书记统计 2022年第一季度 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53.22万亿 这里面包含了房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 也就是房地产开发商贷的钱和打工人买房贷的钱 那居民住房贷款总额是多少呢 38.84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9% 注意这个速度比2022一季度GDP的增速4.8%要高不少 这说明什么 你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钱很可能都天津房贷里了 再来具体看看38.84万亿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咱们简单做一个对比 之前网上流传过一个粗略的数据 截至2019年我国的房地产总价值已经接近500万亿元 也就是说这里面大约10%都是个人贷款来的 再对比一下GDP2022一季度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7万亿元 目前全国的居民房贷约等于一季度GDP总量的1.4倍 再来算算人均以14亿规模的人口计算 38.84万亿的房贷平均每人要背2.77万 嗯才这么点跟现实感受不符啊 别着急我们再进一步测算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全中国14亿人并不是所有人要背房贷 比如在农村基本是没有什么商品房的 大家都是宅地地盖自建房 也就没有什么房贷的概念 所以要算人均房贷 基本都算在城镇家庭里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中国现在约有2.43亿户城镇家庭 而央行的另一份数据显示 中国城镇家庭中有43.4%的家庭背负着住房贷款 两者计算得知 中国有房贷的城镇家庭数量大约是1.05亿户 房贷总额38.84万亿除以1.05亿户家庭 平均每户家庭就要背负36.9万元的房贷 到这里是不是稍微接近你印象中的数字呢 但是注意注意这不是终点 因为这里的房贷总额38.84万亿 并不是房贷的全部 它只是房贷本金并不包含利息 比如你向银行申请房贷100万 最终你要还的可不只是本金100万 而是加上利息后的数字 在中国一般家庭房贷大多用的是都是商业贷款 我们按照现在大多数银行首套房房贷利率 4.25%计算 用公积金贷款的人数占比不超过18% 平均利率3.25% 我们取一个平均利率4% 按照常见的25年还款时间计算 38.84万亿元的还贷利息达到22.66万亿元 所以中国人实际需要偿还的房贷总额为38.84万亿 加上利息22.66万亿等于61.5万亿元 房贷总额61.5万亿元除以1.05亿户家庭 平均每户家庭就要背负58.57万元的房贷 是不是觉得这个数字更接近真实的感觉了 好 现在我们知道有房贷家庭平均要背负58.57万的房贷 按常见贷款时长25年还清 平均每个月要还2000多块钱 有人肯定要说了 这看起来并不高啊 跟网上常见的动辄每月2万3万的房贷比起来 根本不算事 高不高 那要看你跟谁比了 网上你看到的每月2、3万的房贷 基本都是在一线城市大厂工作的高收入人群 可以说是人中龙凤财感背负的数字 而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 绝大部分买房的家庭并不在一线城市 甚至都不是二线城市 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其中在三四五线小城市 虽然每个月2000块钱的房贷 看上去并不算太多 但现实情况是 很多家庭的房贷甚至和收入倒挂 就拿一个典型的三线城市 河南新乡来说 房价大概在七八千左右 但普通上班族工资也就三四千水平 每个月2000多的房贷占了工资的一半 省下2000生活还得养娃 这压力能不大吗 当然如果只看自己 还不能看出我们的房贷压力 来和外国做个对比 按照全国房贷总额61.5万亿 25年还清 全国人民每年的房贷还款金额为2.46万亿 而2021年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万 贷款总额占据全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8.2% 至于美国的数据 我没找到最新的找到2015年的2015年底 美国的房贷余额为9.22万亿美元 美国家庭还贷期一般接近30年 房贷利益约为3.68% 所以美国全社会每年的还款金额约为5080亿美元 而2015年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000美元 美国总人口约3.21亿 所以全社会可支配收入大约是121980亿美元 最后计算得出美国全社会每年的还房贷金额 占全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5080 除以121980 等于4.75% 远小于中国的8.2% 所以表面上看中国的房贷总额并不高 但奈何我们收入低 房贷利率也高 这就导致中国人的房贷压力反而比美国还要重 说到这里肯定有不少朋友疑惑了 房贷压力都这么大了 为什么大家还要争先口后背房贷 有能力的全款买 没能力的不买房不就行了吗 还真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过去几十年房子这个东西你不买真不行 一开始房子只是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是一个正常商品 那这些年渐渐的味道就变了 首先从社会观念上我们中国人对房子是有情节有共识的 我们尤其讲究居有定所有个房子才叫家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幸福一直是个房子深度绑定 而且在中国房子也绑定了很多付出品 比如户口教育资源等等 所以慢慢的房子变成了一个财富的低瓦底 一个等价交换品 居民赚得的财富都聚焦在房子上 房子又和金融深度绑定 在银行的推波助澜下 房子逐渐变成了一个投资品 不断升值让很多人躺着赚钱 目前国内各大国有银行的房贷业务 基本占到个人贷款业务的近八成 我从四大国有银行2021年财报里计算得出 过去一年房贷总额22.83万亿元 平均每家银行发放5.7万亿元房贷 四大国有银行仅靠房贷就能赚18.41万亿利息 平均每家银行每天的房贷利息达到5亿元 所以你就会知道了为啥国家各种旧失 不敢让房地产事项出问题了 因为一旦出现问题 整个银行和金融系统必将受到巨大风险冲击 国家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这个结果谁都承受不起 再从个人角度看 房子不仅能满足具有定所的社会需求 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看 房子的升值速度也远远大于房贷利益 也大于市面常见的理财产品 是一种最佳投资品 所以房贷这个东西根本不用别人劝 很多人自己就主动背上了 但如今世道变了 如果说背房贷买房子 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共识 如今这个共识正在慢慢消融 因为什么 卖房像过去几十年一样赚钱的时代 已经彻底过去了 而再去深挖原因 如今我国的人口数量正在不断下滑 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近1062万人 创下近20年来新低 总人口新增近48万人 15个省出现人口负增长 这意味着什么 房子过剩的时代已经来了 某中部城市的存量房子 按当前的售出速度计算 甚至需要40年才能卖完 房子过剩后 自然供需关系也变了 所以很多地方的房价开始出现松动 不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疯狂上涨 甚至出现各种促销手段 比如7月5日 河北唐山就推出了还贷新政 一人购房全家帮 也就是你一个人买房 全家的供给金都能用 其他比如广东 潮州 珠海 湖南 绍阳 四川 滋阳 河北 秦桑等等大大小小的城市 也都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 这不 杨妈也赶紧一年三次下调利率 比亲妈还着急 再加上最近几年受疫情影响 经济下行 还有中美贸易摩擦带来影响 降薪 失业现象越来越频繁 过去 许多高薪行业打工人 由于薪资水平高 对自己有信心 往往赶高负债买房 每个月还几万房贷并不少见 但随着互联网 房地产 金融 教育行业的接连调整 不少巨头企业都开始 将心裁员 那些几乎把全部公司 用来还房贷的人 收入减少 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 便成了压死人的大伤 前阵子有个事件 某大厂跃入六万的程序员 因为被裁员后 还不起房贷 出于破产边缘 长此以往 负债 买房赚钱的链条破碎了 很多人就不敢 也不愿追求高负债买房了 这能否减缓国人的 整体房贷压力 我不知道 但想想 人生短短几十年 一定是减缓了 自己和家人的 经济和心理压力的 所以今天 我给大家盘这期 房贷真相的视频 我并不想否认 买房的价值和房贷的价值 毕竟房贷能帮助年轻人 利用金融工具 在更早的时间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早早享受 成家立业 这从来都是一件美事 但归根结底 买房对谁 都是一件大事 我们每个人 还是要根据社会的变化 去调整策略 根据自身条件 去量力而行 千万不要 没享受到房子的乡 反而让房贷 把自己活活压死 毕竟 房子从来只是 帮助我们实现 美好生活的一种工具 而不是目的 同意的 掌声 好 今天的内容就盘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收获 不要忘了给书一个 一键三连 当然也想同学们自觉 关注探书 前期时 很好赚 听我给你盘个遍